咱们书接上回 接着聊一聊剩下四个决定 哈里斯与特朗普命运的关键摇摆州 绰号为银州的内华达州 在过去的几次选举中都支持了民主党 但有迹象表明 共和党可能会扭转局势 根据民意收集公司538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特朗普在拜登面前享有较大的优势 但自卡玛拉·哈里斯成为民主党候选人之后 这一优势有所缩窄 民主党人希望一位对年轻和更多样化选民 更具吸引力的候选人能够拉展当中的距离 而两位候选人都在争取该州庞大的拉丁裔选民 尽管自拜登上任以来 美国经济显示出强劲增长和就业增长 但内华达州在疫情后的复苏速度比其他地方来得慢 根据美国政府最新的统计数据 该州的失业率为5.1% 是全国失业率最高的州份 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州和哥伦比亚特区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他承诺将会全面减税以及减少监管 自卡玛拉·哈里斯担任民主党候选人后 别称为交友角州的北卡努莱纳州民调似乎有所收紧 一些分析人士将现在成为僵局 因没有一个候选人有明显的优势 这可反映在特朗普选择在7月的企图暗杀事件之后 在北卡努莱纳州举行他的首次户外集会 他告诉群众这个州非常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 民主党人决定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晚 给了这个平台与该州州长罗伊·库博 北卡努莱纳州与乔治亚州接壤 并分享了一些首要的选举关键点 同样包括在另一个太阳带州 亚里桑纳州 特朗普在2020年已超过7万票的优势 赢得了北卡努莱纳州 这进一步鼓舞了民主党人 希望这个紫色州能在今年选举年度获胜 在特朗普遇刺的拱心石州 两党都正在顽强地进行着他们的竞选活动 宾夕法尼亚州在2020年的选举中 证明了其关键的作用 该州的选民支持了拜登 拜登的成长地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工人阶级 城市斯克兰顿 他与这个城市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 与其他很多地方一样 经济是这里面临的首要问题 拜登政府执政期间全国通胀飙升 但在其后逐渐回落 宾夕法尼亚州人并非唯一感受到通胀 导致生活压力成本上升的美国人 根据美国零售数据公司Data Assembly 该州的食品价格上涨速度 比起任何其他州都来得更快 BBC曾报道过 人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城市伊利 是如何应对困境 据估计 那里有多达1%的人 面对粮食不安全的情况 高通胀可能会减低 贺锦丽在美国的支持率 民调显示 这个情况让选民对经济产生了不利的看法 特朗普试图将卡玛拉·哈里斯 与拜登的经济政策联系起来 以此作为攻击的要点 又名欢州的威斯康星州 在2016年和2020年都选择了胜出的总统候选人 而每次的胜负差距都仅仅多于2万票 评论员们认为 在像这样的边缘州份 第三方的候选人可能会对 两大政党候选人的政策产生影响 民调显示独立候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的支持率显著 这可能会影响卡玛拉·哈里斯或特朗普的票数 不过今年8月 小罗伯特·肯尼迪宣布退出2024年的总统竞选 并表示将支持特朗普 民主党一直努力将绿党候选人吉尔斯坦从选票中移除 声称该党未有遵守州的选举法 并且还对左翼学者科内尔·韦斯特做出了选举投诉 特朗普形容该州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赢得了威斯康星州 我们就赢得了整场选举 今年夏天 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在该州的城市密尔沃基举行 卡玛拉·哈里斯也在同一城市进行选举活动 当时他的政党在大会上正式提名他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并通过现场视频直播亮相 9月13号 路透社易普索新闻与民意调查部门发布了 哈里斯与特朗普电视辩论后的首次民调 结果显示 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略微扩大了他的优势 在电视辩论前的8月28日的一次民调中 哈里斯领先特朗普4个百分点 而最新的结果显示 哈里斯的领先优势变成了5个百分点 在民调中约52%相当熟悉辩论情况的人认为 特朗普搞砸了辩论 反应不敏锐 21%的人对哈里斯持有这种看法 特朗普本人或许也对自己的表现相当不满意 辩论当天就在其社交媒体 真实社交上写道 不会有第三次辩论 总统辩论固然是个让选民了解候选人的好渠道 但是正如咱们节目所讲 赢得关键摇摆州才能赢得白宫的居住权 目前距离11月5号美国大选投票日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谁能够最终抵达白宫 悬念依旧让我们耐心等待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